我住院了 其实大人都是很关心我们的 所以如果我们小孩能够常常与他们分享心里面的话 他们会很开心的哦 嗯 在这张CD里面 有我们在家或在学校发生的有趣生活小故事 也有很多跟其他小朋友好好玩的秘密讨论哦 快点加入我们 跟我们一起快快长大吧 艾迪跟妈妈在散步回来的路上 突然她的小球弹到一颗石头 滚到马路上 艾迪冲到马路上捡球 妈妈想要拉住她 小心车 艾迪没看到即驶过来的摩托车 摩托车骑士紧急刹车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艾迪 路人都围上来关心 一位先生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 喂 我要叫救护车 小弟弟 你受伤了吗 好痛啊 救护车很快就到了 救护人员把艾迪安置在单架上 然后把她抬到救护车里 救护车发动了 鸣笛开始大声作响 艾迪又痛又害怕 你要加油啊 小弟弟 别怕 艾迪 妈妈在旁边 到了医院 医生开始检查艾迪的伤势 我们要帮你照个X光啊 妈妈 什么是X光 从X光可以看到艾迪的手臂骨折了 医生要把艾迪留在医院观察一个晚上 别害怕 妈妈会陪着你 一位护士阿姨把艾迪的手臂包上石膏 这个 永远都不能拿下来了吗 不会的 一个月以后就可以拆掉咯 不久 有一位医护人员送艾迪和妈妈到病房 到了晚上 艾迪却睡不着 妈妈 别担心 小宝贝 妈妈在这里 隔天一早 医生来检查艾迪的情形 嗯 复原得很好 你十一点就可以出院回家了 接着 医护人员把艾迪的早餐送来了 太棒了 好像住在饭店一样 突然 有一位小女孩出现在病房门口 你好啊 你是新来的吗 这位小女孩叫朱莉 她已经在医院住了一个月了 你生病了吗 不是 我是出车祸 艾迪把车祸的过程说给朱莉听 还把她的X光片拿给她看 嘿嘿 你看 我有一个骷髅头 哇 朱莉想去游戏室 艾迪也想跟她去 妈妈 我可不可以跟她一起去 好啊 我等一下再来找你 游戏室里有好多小朋友哦 为什么你没有头发 是因为吃药的关系 到了十一点 艾迪的妈妈过来接她 走吧 艾迪 我们该回家咯 艾迪跟她的新朋友们说再见 再见咯 再见 艾迪 两天后 艾迪回到学校上课 她很骄傲地把她在医院的遭遇说给同学听 你们知道吗 我有一个骷髅头哎 还有一只石头手臂 艾迪因为手上打了石膏不能上体育课 只好留在教室里画图 老师看到了艾迪的画并问她 诶 这是画给谁的呢 需要画给我医院里的朋友哦 艾迪画了一大束花 是特别要送给朱莉的一束花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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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